要想成为人上人,就要精通人性。 人性不会因为你对它的好回报你, 它们只会因为你有价值,对它来说有用而忠诚你。 一个人下水要懂水性,训书师需要懂兽性, 那我们每天都和人打交道,就必须懂人性。 那什么是人性呢? 人是什么? 人是动物,人就是有思想,有感情,有觉察力的高级动物。 动物的基本属性就是驱离避害,自私自利,欺软怕硬, 就是聪明法则,弱肉强食。 所以,人性的自私是很正常的。 什么是人性呢? 孔子曰,人之初,性本善, 循子曰,人之初,性本恶。 王阳明说,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。 其实人是没有道德观念的, 如果不加以教育和引导, 人类是无法区分善与恶的。 绝大多数人只有欲望, 只有无止境的贪婪和索趣, 永远活在痛苦中, 永远追逐下一个目标, 陷入了老鼠在跑的恶性循环之中。 当你精通人性, 你就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怎么做了。 第一, 言轻莫劝人, 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, 那都是痴心妄想。 他只有壮的头破血流, 才会改变。 不要去拯救那些糊涂的人, 人只要糊涂, 他必然无知, 必然是为不保的白眼狼。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老实人, 也不存在忠诚。 所谓的忠诚, 就是能够持续不断地, 从你这里获得你给他的好处。 第二, 当你被淘汰时, 你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抱怨, 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, 就是淘汰机制。 厉害的人就是不断地经历磨难, 修炼在别人心目中的不可替代性。 如果你一直躺平, 终究会面临淘汰, 堕入尘埃。 想要改变世界, 首先改变自己, 远离否定你的环境。 人是环境的产物, 如果你想改变现状,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一个犬子。 第三, 不要追逐永恒, 不要纠结变化, 要想立于不败之地, 只有不断地学习,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, 这才是你生存的根本。 第四, 人越弱, 事越多, 人越强, 事越少。 凡事常常挑剔, 指责, 抱怨的人都极度自私, 自私的人全是弱者。 人越自私, 他能力越弱, 生存空间就越小。 远离不懂感恩, 不知好歹的人, 他们遇到挫折, 从不主动解决问题, 除了逃避, 麻木, 自我安慰, 别的什么都不会。 这样的人, 请礼貌地告别, 互不打扰。 第五, 没有吃不了苦的人,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, 财富资源, 只属于勇敢去拼搏的人, 并且只有知心力强的人才陪拥有财富。 懒惰的人永远贫穷。 人不狠, 站不稳, 心不狠, 难立足。 第六, 当你兜里没有粮食, 狗都不会对你摇尾巴。 所以, 在低谷期的时候, 要凝结他人的冷漠无情, 因为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。 我们要翻身, 不要翻脸, 用结果让别人闭嘴, 我们只有先自救, 再谱不众生。 第七, 要想成功。 你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, 别人休息, 你学习, 别人理由, 你做事, 这样才能比别人多一些机会, 多一些选择, 这样会超越身边90%以上的人。 当你了解了人性的底层搏迹, 看透了人性, 读懂了人性, 就懂得了人性事故, 知道如何为人处事, 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人和事上吧。 这研究在当下和未来能够让我拿到结果的人和事上, 不断地超越昨天的自己, 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。 好。